2050近零排放为台湾目标 为达共识产业协会发布 运据电动化产业战略报告 并透过研究结论进行政策推动 建议经济部可以提供 每一台电动机车3000元的销售奖励金 环境部要恢复3000元的 新购电动机车的补助 是我们也呼吁交通部应该要补贴 每个月300元的电池的支费 在政策协助下加强转型动机 提高意愿及降低使用成本 将带领民众共同实践绿生活 尤其台湾机车超过1400万辆 运输部门占全台湾碳排量13% 推动运据电动化 绝对是推动静零转型 打通任督二脉的重要关键 对于经济提升也值得关注 经过试算 在市售车全面电动化情况下 预计创造高达57万个工作机会 台湾是电动机车大国 拥有两兆元产值的完整产业链 是新的复活生产器 如果要让这个交通的碳排量 降到最低你知道 有几个原则 共享绿能异化安全 透过产业优势公正转型 共同迈向永续未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